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平竞制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都相当地炒得很热 就是这个俄罗斯海军有新动向 什么新动向呢 普京大帝想着用一个一石二烈的方法 来保护克里米亚 大家记得之前我们不是说过 乌克兰的高官就说 要在明年夏天 修复失地包括克里米亚 这件事我就不抱那么大信心 对不起 我就没有他们那么有信心 没有他们那么有信心 那你要知道 现在呢 普京大帝可能觉得你要收回克里米亚 那我就要加强克里米亚的这个 国防能力 原来呢 俄军 在这个 这个澳湖战争的初期呢 其实他们的海军 都是 叫做 主宰地位 但是之后呢 你知道了 莫斯科号就沉了 那都算是一个挫折 那现在呢 俄罗斯海军呢 就 有个新搞作 因为不想令到他们海军受制于其他国家的一些 压力 原来呢 俄国海军 就想着 尝试扩大在克里米亚的 海军基地 这个 基地呢 其实是冷战时代 相当有用 现在他们想着 是重建冷战时代的一个基地 重建冷战时代的基地 那是不是预备着 将来也会搞一场冷战呢 其实现在也不是冷战是热战 哈哈哈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 他这个 亦都可能是 普京大帝 重塑当年苏联的 这个叫江辉的一部分 第一 他这样做 第一 就可以 你多了 海军 和多了 部署在克里米亚 就保护克里米亚 因为你乌克兰要取回他 第二 在这里部署 亦都可以牵制 乌克兰的海军 所以 要保护自己 又要加大了 牵制乌克兰海军的实力 我们看到 知名的 海军杂志 Naval News 其实他们就说 他们得到一份卫星图像 就显示 俄罗斯海军 现在在 克里米亚的 巴拉克拉雅 重建他们 海军基地 这里 曾经经历过冷战的 有长久的历史 同时 亦都是 克里米亚 塞凡堡 俄军基地 都在 运作当中 现在是抗建 而且 要将它 建造 在冷战时候 这么重要的地位 乌军会不会有办法 取回克里米亚呢 我真的打个问号 如果它要报重兵的话 我相信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这个 巴拉克拉雅 海军基地 其实 就位于 塞凡堡以南 有 非常 险要的山丘 作为天然屏障 是冷战时候 苏联重要的海军基地 在1950年代 苏联军队 曾经就在这里 是挖掘地下的 潜艇基地 当然 后来 苏联解体 乌克兰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 就被 乌克兰海军接收了这个基地 基本上就被人遗忘了 后来 你知道 2014年的时候 俄罗斯就拿了克里米亚 现在 那么多年 八年 他们都没有想过这样做 所以 这一着 其实对于普京来说 可能 就是想 第一 你想拿回克里米亚 我就不给你 我要建立一个 冷战时代这么伟大的海军基地 第二 就是 建立了之后 就牵制你 乌克兰海军 之前的 潜艇基地 成为了博物馆 但是 现在可能 又重新搞好它 博物馆在2021年 还增添了一手 是旧型的 罗密欧级S-49的潜艇 后来俄罗斯接收 克里米亚 亦都将基地拿回 俄罗斯媒体亦都说 不租博物馆 要改军事用途 不过 你要知道 其实 说到冷战年代 1950年代 基地肯定是比较旧 如果重启 是困难 而且资金很大 但是你见新的码头 就能够 应付军事需求 但是 现在 可能它怎样都要重启 一部分 因为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 普京大帝就很喜欢 讲历史 所以我相信它起码会 会重建 之后再起身 预计 落城之后 就会成为 繁塞堡的 卫生基地 用来停泊使用 频率比较低的 落机级 的潜艇 报道亦都说 目前的 这个 建造的速度 暂时是比较慢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 员工的 但是 如果普京大帝有签一个什么行政命令的话 可能又不同 是吧 黑赤大桥 就是克里米亚那条大桥 他都说明天7月1号之前和我搞定他 很少人是基建 要签这些行政命令 迫 都算迫 迫 人家要多久多久之前要搞定他 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保证 是的 不要耍我 是吧 当然 我们也看到 普京大帝 也是跟了 热潮 他也是笑一笑这个卓维斯 原来昨日普京大帝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 亚以代国际辩论区乐部 联会 他就是提到了 刚刚卸任没多久的卓维斯 就说他 好像 都不会想法 是 难听些说 我觉得他有点不正常 这样说他 普京就说卓维斯曾经说英国是个核大港 暗下 这个按针 就是 英国手上一个重要的 职责 虽然这个不是卓维斯的原话 但是他应该就是这样表达 他就说 I'm ready 我准备好了 早前 卓维斯在竞选手上过程当中 也曾经说过有意调整英国的核政策 8月3日 卓维斯更加在白鸣汉一场竞选 的活动当中就说 如果我成为了首相 我认为有必要 有必要的话 我就准备好 按下这个按针 即是指核那个按针 即使 这样 令到很糟也好 我都已经准备好 结果幸好你做了45天 哈哈哈 好像说话比普京大帝还狼狼 对啊 他也说这是手上的重要职责 他还强调了两次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普京就笑叉他 因为你公开的演讲 别人有资料看到 就说 卓维斯准备好了 哎呀 结果无人以任何方式作回应 对啊 我都不记得了他 没得做了 他也说好了 假设他说话是冲口而出的话 我都觉得他有点不正常的这个人 怎么可以在这样的场合出来 说些这样的东西呀 潤卓维斯 不过说真的 潤他也没用 因为他已经不当大为 不在上位了 普京也说 应该有人站出来 矫正他 政府应该公开表态 这件事 跟 政府没关 不用表态了 他什么都不是 什么也不是 当然他就说不清楚为什么英国是选择沉默 现在选择沉默 也不关事 他也不做 不过 应该润翻他 以前卓维斯说话很硬 原来 只是一个港字 又想起芒果佬 我说了 这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来自 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 原来昨天公布了 之前已经推迟了很久的 核 太细评估 公开版本 而原本的这个机密版 原来今年3月已经向国会议员发布了 内容就提及美国的关键核 策略 他也点明了美国的四大核 对手 是哪四个呢 其实 其实 一定猜到的 第一俄罗斯 第二中国 第三是北韩 就是这个朝鲜 第四就是伊朗 早前 拜登不是说过这个巴基斯坦吗 现在又不说了 但巴基斯坦好像又跟美国关系好一点 他们有官员好像 跟美国的官员有对话 那说回 其他政策 这份报告的其他政策 也都包含了 美国是不会增加 核武的数量 而且也都取消了 不率先使用核 以及 核 只用威胁 及 报复反击这两项政策 是取消了的 美国国家 科学委员会 昨日就新闻稿就说 委员会就 为当年 就是 开发的 核 是 叫做 有一个延续的 当然当年就搞到 日本很糟糕 这次的 报告 推迟为什么呢 是因为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和之前的报告相比 整体而言 其实 是最接近 奥巴马政府 2010年以来的这份报告 但是由于 俄罗斯和中国的局势 所以 这份报告是作出调整 所以迟了 这次这个核态势 评估 是 确定了美国的核武 的 规模 和四个对手 刚才说过俄罗斯、中国 朝鲜和 伊朗 其中 他们也说 俄罗斯和中国就是 重中之重 因为俄罗斯很多劲 并且 出兵乌克兰 为什么中国也是 重中之重呢 因为中国 这些核的库存 也都是迅速增加 这是他说的引述 这份报告也预测 到了2030年 美国将会在 历史上 第一次面临 两个主要 涌合大国作为 战略竞争对手 和潜在对手的威胁 战略竞争对手应该就是指 俄罗斯 潜在对手应该指中国 这个其实跟美国军方 高级将领之前说的差不多 很多的 之前就说包括美国 这个 战略司令部的 前任 和即将上任的指挥官 也有说过 关于中国 他们就说 铐于国防 战略 其实他们 都是 主要围绕中国的 因为始终 我想他们觉得 俄罗斯战争始终有缘的一天 他们是比较担心中国 其实 很多次 你记得西方很多政客都说 其实他们主要是担心中国比较多 这份报告也都宣布中国是美国国防规划的 总体 节奏挑战 和评估 美国 核威涉力的一个 重要因素 嗯 其实这份报告 和前一年的 叫做中国军力 报告的调查结果 都是相呼应的 即是中国可能打算在今世纪末 至少是拥有一千枚的 这些竞争 根据这份报告内容 他们就说中国是 更多样化 他们的 库存 我引述的 可以在危机或者冲突之前 或者冲突 或者危机期间 为中国提供更加多新的选项 亦都可以用核 来 协逼对手 这个我引述的 包括美国在内 和他的盟友还有伙伴 中国都可能会进行军事 俄罗斯怎么说呢 俄罗斯说话 他用得很重的 这份报告 提出了严厉的预言 就说 要審查 对俄罗斯非战略核的估计 可能有两百多枚劲 跟之前的军事声明是相符的 2021年 国防情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 俄罗斯可能有1000到2000枚劲 美国国务院今年4月也说过 估计的数目 跟这份报告差不多 当然这份报告也有些新东西 俄罗斯现在寻求几种新的 核系统 就为了 令到美国本土和 美国的盟友还有合作伙伴 处于危险当中 其中一些 亦是不受到 新战略 军备裁减条约的 约束 当然 这个 也是我完全引述他的 你说俄罗斯是不是有劲的 也是有的 但是普京大帝最近 也说自己 他原话就是 对乌克兰不需要用毒核 不知道他说真还是假 另外朝鲜怎样 原来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金姐好像射了两项 是呀 真的 防疫棍染 不甘寂寞 朝鲜是怎样呢 朝鲜这份报告 美国就说近年来 在美国的国防辩论中 朝鲜一直 是被 中国和 俄罗斯 是所掩盖着 因为 说来说去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 虽然是这样 但是今年 这份报告就将 朝鲜描述为 美国 核计划的目标 而且 直接地说朝鲜对美国和他的盟友还有伙伴的任何核打击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并且会导致 他就说 如果他敢动手的话用核动手 这样 禁止政权将会结束 是不是 当然现在未发生我们不知道 亦都说禁止政权不可能在使用核的情况下 是生存下来的 另外最后一个就说伊朗 伊朗这份报告也都 描绘得 挺详细的 虽然他们目前 是没有核武 有趣的是虽然伊朗 是没有遵照 禁止核扩散条约的义务 因为他之前删除了摄像头 所以 是没有资格获得美国的 这个消极安全保证 但是这份报告也都说 美国 只要伊朗不拥有核武的话 美国 单单依赖 非核的 军备 就可以阻止伊朗在区域的一些动作 动作应该是军事行动 好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最后质新闻 大跌眼镜 因为我初初以为博尔索纳罗 即是巴西总统 应该 轻轻松松地输了 其实不是 不是 相当适合 真的有得赢 真的有得赢 想不到 现在 真的是决战时刻 决战时刻 今个星期 今个星期日 即是10月30日 巴西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 就对前总统 对手劳拉 他就为自己政治生涯而战 随着巴西 原来这个是巴西历史上最激烈的几场选举之一 就快到尾声 极右总统博尔索纳罗 和他的挑战者 也是老牌的右翼 政党人士 劳拉 其实在一件事上 达成了协议 巴西亦是世界上最大的几个民主国之一 因为他们人多过亿人口 劳拉在2003 到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 领导着的一个中间 偏左组成的 广泛联盟 这个联盟的 团结理由 就是 博尔索纳罗 连任 将会对巴西的 这个损害很大 所以 他们就希望清除这个政治强人 对于博尔索纳罗 很多龙 是支持他 因为他是支持开发亚马逊 以及 一些叫做宗教人士 因为他有 我不是说全部宗教人士都有 但是 最有的那些教派就是支持他 还有 就是 军队 警察 这些保守派 支持者来说 其实博尔索纳罗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居然 博尔索纳罗的胜利 将会令到巴西 是 走回一条右的路 但是 他们现在宣传 如果劳拉赢了 巴西 就会变成古巴或者委内瑞拉 那又不会 其实巴西 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他的经济实力强 这个古巴太多了吧 也强委内瑞拉太多了吧 虽然委内瑞拉的石油 隐藏量是全球最多 在这场竞选当中 充满了 一些叫做流言蜚语 还有有人动手 在竞选活动当中 现在劳拉 我以为赢很多 不是 优势非常微弱 其实 全世界 在 这个月初 第一轮选举 其实低估了博尔索纳罗的 吸票能力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很老实 一位 前政府高官 叫 卡努特 他就说 这个是关乎民主 价值观 和人权 还有对宪法的尊重 关系到 巴西民主和法治的 将来 当然他在博尔索纳罗 前任总统 梅特尔的政府当中 担任 职务 在2018年大选 之后没多久 其实 这位前政府高官也批评了博尔索纳罗 说他是民粹主义的领导人 也说博尔索纳罗 曾经 威胁他 而且那些支持者 也威胁他 说要向他埋手 迫到他 移居外国 他也说 过去我们 政见不一样 一起生活就可以了 现在巴西 就很好对立 是一个议员的角度 你要知道很多右翼 他很懂得煽动人 非黑即白 要么就赞成 博尔索纳罗 要么不赞成 就有人 会向你发出一些非常严重的警告 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就认为 民主的侵蚀的担忧 就是 散布恐惧 但是他现在也散布恐惧 所以真的不知道 另外 有什么是最担心的呢 就是这个经济 博尔索纳罗 他之前 跟普京大帝 有些协议 就说会不断向巴西供化肥 但是劳拉华 是会亲西方多些 这样 所以 亦都是要 看一看 现在 你要知道 巴西的食品和 汽油价格不断上升 亦都比每个月生活费 不够100美元 每个月生活费的人有30% 令到这30%的人压力很大 博尔索纳罗也承诺 政府会通过一系列减税措施 降低生活成本 同时 失业率会降到2015年最低水平 还宣扬 将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人口福利 会增加50% 他反而有点像左翼 因为增加福利 那会达到多少钱呢 也挺厉害 每个月 600雷亚尔 最后 谁可以 最后拿到呢 我觉得 可能劳拉 就赢了一点 这个是我良好远望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我也是灯神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